傍晚五點多黑男走進摩托車行 要買車代步 預算有限 買不了新車只能先買中古車 提出要試車 老闆還拿了頂安全帽 給他請他小心騎車 但黑男車子騎出去 老闆等了十分鐘 發現顧客沒回來才懷疑被騙了 大事不妙 上門的不是顧客 業者急著報案 三峽原型獲報後以車追人 發現男子騎車上路 一路從三峽往土城板橋 又跨去到北市的西門町 跑跑走 專小組通報萬華警方攔截圍捕 超衰的 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當下當然會想說 他是不是車會被騎去殺肉 車行老闆說報完才一個多小時 警方就通知找到車了 北車行從同行的賴群組中發現 二十七歲的郭姓男子不只在新北 桃園也有車行出現他的蹤影 利用相同手法 假試車 真情戰 三峽 郭姓松林運輯壽長 新北報導 在臺灣每一百人就有九十八點三人 擁有一部機車 每年可以賣出七十多萬台 但其中只有少量車主 買車錢 要求試車 我覺得其實還是要自己試乘過 才會知道說買台車騎起來感受怎麼樣 只要輸入關鍵字 選擇車款和日期 就能一鍵預約 隱藏版試車功能 但僅由少數車行提供服務 因為試乘車都是由加盟業者 自己掏錢買單 提高了三成左右 原來車行賺錢主力 是在售後服務 賣機車 利潤超級低 最多賺三千 而其中這一款 因為銷量好 一年可賣出近十萬輛 被譽為神車的一二五CC機車 每一輛進賺一千六百零四元 業者苦哈哈 自嘲比手搖引 還難賺 為了減少試車時 被偷車或是車體傷害等等損失 業者會要求客人簽切結書 押證件 同時也只加零點五公升汽油 讓機車跑不遠 雖然試乘車只有卸為公里數 但是機車只要掛牌落地 就被視為福利品 只能以新車價九折出售 算盤打一打怎麼也不划算 也難怪多數機車行不願提供試車服務 再次請問陳曉欣宜 台北視頻報導